本是学院平平无奇的废柴少年 却觉醒了世界最强的天赋 一切普通技能都会被强化成尽咒 只是随着一个机器 沙暴 只因这是一个全民转职的时代 废柴的宁峰也明白自己的天赋 天天抱着手机自暴自弃地玩着游戏 可他青梅竹马的汪月却看不惯他这死出 马上就要觉醒考试了 居然还在这玩游戏 宁峰只能打着哈哈要抱汪大美你的大腿 汪月受不了他这副笑嘻嘻的模样 直接给他来了一记所喉 二人的打闹也惹得旁观的众人躁动 汪月是16岁觉醒五星职业的天才 根本不乏拥护者 看着眼前女神的另一面 众人也只能咬牙切齿 唾弃宁峰不配拥有 在这个游戏现实融合的世界 年满16岁便有机会觉醒异能 成为人们所称为的冒险者 18岁的宁峰却满脸淡然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觉醒 在汪月的逼迫下也只能来走走过场 身为全校第一个传奇人物 出场也受到众人的嘲笑议论 宁峰也不以为意的来到金石堂 随着手放在金石上 宁峰也明白如往常般的结果 可下一刻金石发出耀眼的蓝光 就算是他也不禁瞳孔咒作 金石发生反应就代表着肯定能觉醒 而蓝色光芒则代表着是法术系觉醒 也会自动习得初始技能 此时的宁峰也完成觉醒 觉醒一星 习得技能 以找数 身后的齐薇老师也不禁惋惜 而下方的人群也开始了猛烈嘲笑 此时 齐薇老师也询问着宁峰觉醒的技能 喊了几声后 宁峰才如惊醒般 齐薇以为是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沉寂了那么久 到头来却仍然是一个异性 随后伸手将装备给予宁峰 换好就到下一关去 而宁峰还处于刚才觉醒的震惊中 原来刚刚他还另外觉醒系统 并且获得两个被动技能 黑暗同源 你不会遭受黑暗之力反噬 使用静咒时没有任何代价 奥秘赠礼 静咒可以每周无消耗释放一次 但黑暗之力是这个世界最邪恶的力量 而静咒更是属于最高等级的法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在此时 刚刚习得的泥沼树开始自动蜕变 黑化成静咒 绘土屈翘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他一脸猛逼 这又是黑化又是静咒的 听起来不太妙 希望不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实战测试吧 随后众人便来到了下一关 这关的规则是50人一组 进入秘境与怪物对战熟悉技能 好生不可以组队 不可以互相攻击 会有无人机监督 凝峰在穿戴装备的同时 也查探起刚刚黑化的静咒技能 惠土屈翘 召唤异世界的黑暗之力 形成保护罩 能够碾碎一切靠近的敌人 此刻他也忍不住担心 这会不会是什么邪恶法术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自己就惨了 凝峰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秘境 秘境之中与外界截然不同 此时先进入的人已经开始了战斗 他们各自施展着技能消灭戈布林 由于全场变故无人机的监控 凝峰暂时不敢随便使出进手 也没有其他攻击的手段 现在只能先躲藏寻找机会 秘境外的周队长面露不满 别人都在杀怪练集 这小子在干什么 齐老师也解释道 凝峰觉醒的比较晚 并且激活的技能还是防御法术 不太适合单兵作战 周队长文言就想直接取消他的考试资格 不料此时的监控画面突然发生异常 研究员此刻正在检查原因 经检测 秘境中出现高于平均值的力量波动 周队长忙让人去查看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此时秘境内 一个学员满脸惊恐的直接尿了出来 只见他眼前一个刀疤哥布林正满脸凶光的盯着他 在他身后一群哥布林军团在等待着命令 杀戮罢族人们 让这些入侵者全都葬身于此 这是一只无人机在他头上温温作响 只见他一拳伸出便将无人机摧毁 掉落的残骸却正中鸣峰脑袋 谁这么没功德行啊 这里的动静直接把哥布林吸引过来 此时他一脸猛逼 刀疤哥布林阴瑟瑟的笑着 没想到这里居然藏着一只小虫子 随后便指挥手下把这个人类给解决掉 而此刻秘境中的无人机已经全部被摧毁 这不刚好可以试试刚刚得到的技能吗 随即伸出一只手 黑暗的能量不断聚集在其周身 刀疤哥布林似乎感受到了不祥的预感 只见鸣峰大喊一声 会主屈翘 无数骷髅头从地下钻出犹如蔑视一般 与此同时的监控室检测到秘境里 突然爆发一股黑暗之力 并且实力可能到达亡级以上 亡级以上魔物可以毁灭一座城市 为什么考场里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刀疤哥布林此刻显得更为震惊 在这股力量中自己的手下在不断地被收割 凝峰也很不适应这股静咒的力量 这个能量甚至实质化地包裹着他的双手 黏黏糊糊的很恶心 而这股力量依旧不断地击杀着场上的 哥布林军团 凝峰的经验值也在蹭蹭地往上涨 刀疤哥布林十分震惊 人类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黑暗之力 眼看着攻击朝自己袭来 刀疤哥布林刚想逃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只能留下一声哀嚎便消失在这个世上 解决完哥布林军团后 凝峰的等级直接来到了10级 往年的实战测试他们顶多能升个一两级 自己真的是太优秀了 同时精英怪出现在考场的事情 也让他很是疑惑 思索间 他面前也出现了许多掉落的战利品 其中竟然还有两件橙色品质的 先锋挥迹 敏捷属性永久加十 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徒引勾找 等级要求20 有一定几率触发连击 虽然现在用不了 但是可以卖到不少钱了 这下子人生巅峰近在眼前 这是一道通报传来 要求考生放弃测试 并且立马撤离 广过神的他此时也开始注意周围 周围已经一片荒芜 静咒的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凝峰赶快拿出了传送卷种 这玩意不能被别人发现 得赶紧跑 此时的秘境入口 众人的身影纷纷被传送出来 看到人骑 周队长让众人立马离开这里 马上回城 他一脸凝重 那股黑暗能量就算加上这里所有的人 也无法抗衡 然而下一刻 周队长突然收到消息 黑暗力量源突然消失了 这把他吓了一跳 该不会是那魔物跑出来了吧 这已经超出了齐老师能处理的范围 他立马就上报高层 并且快速指挥不得声张 启动封印阵法 只留一个出口让无关人员撤离 宁峰还想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齐老师赶忙关心他的情况 随后让他快点离开这里 之后学校便宣布停课 宁峰搞不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汪月告诉他当时考场检测到了不明力量源 所以将全校都封锁了 宁峰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还以为是那个来历不明的精英怪 此时汪月看着无精打采的宁峰 还以为测试被中途打断对他打击很大 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汪月便邀请他一起组队练几 宁峰连忙摆手拒绝 自己只会黑暗尽数 总不能当着别人的面用马 那不得被抓起来切片研究 就算是青梅竹马也不行 但汪月却不容他反驳 约好明早八点在西区大门间 便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没给宁峰一点拒绝的机会 这把宁峰气得够呛 想着干脆装病算了 但是想到汪月的性格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之后宁峰便来到远程交易所 他打算买一件附带泥沼树的装备 明天忽悠汪月 顺便把掉落的战利品一起卖了 进入交易所后 一个充满风情的销售迎接上来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随即宁峰向其表达出自己想要的装备 但销售却没为他寻找合适的装备 反而推荐他购买其他的高阶装备 宁峰文言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只是临时用一下 没必要买更高阶的装备 最终宁峰还是选中了一枚戒指完成交易 随后便问起销售哪里可以出售战利品 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鉴定室 里面坐着一个露出一颗大金牙的王大师 宁峰立马拿出土影勾招给王大师鉴定 王大师立马开启技能鉴定 并且询问宁峰对价格有什么要求 宁峰哪里懂这件装备的价格 只能说到价格越高越好 王大师文言也立马去联系客户 并让销售阳星招待好宁峰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王大师也回到了鉴定室 当得知卖出五万金利的时候 宁峰也一阵愕然 而这个细节也被杨星敏锐地捕捉 宁峰对这次的交易很是满意 当即便跟王大师办好了手续 此时外面的销售全然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还在嘲讽着宁峰式的穷鬼 一会功夫 王大师便带着宁峰走了出来 没一阵他们就了解到宁峰刚刚卖了一件装备 这时的女销售显然长子都已经毁清了 经过一晚上的测试 宁峰发现装备自带的法术不会净化成定数 这下子就不怕会暴露能力了 次日 宁峰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西区 当看到汪月的时候 元气满满地打了个招 然而另一声呼唤吸引了汪月 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队走了过来 汪月热情地介绍道 这是自己工会成员 可有两人却一脸不爽地看着宁峰 二人的眼神让宁峰猛逼 可为首地照成看向汪月迅速变脸 月儿我记得你已经快二转了吧 凌峰一惊 每三十级才能完成一次转值 汪月都已经快六十级了嘛 只见他拿出一瓶药水递向汪月 其他队员看到也被震惊到 这是永久增加属性的高阶药剂 普遍售价都很贵 赵成自然也不放过这种状态的机会 两三乱金币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话还没说完就被汪月拒绝 好一心领了 礼物你拿回去吧 也不给赵成说话的机会 转身便准备离开 赵成感觉失了面子 伸手便指着凌峰开喷 你真的要在这种废物身上浪费时间吗 一心的废物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 凌峰则无语 真想一个静咒就给他嘎了 随后转身不屑地看着他 区区一个加三敏捷的药剂也有脸拿出来 顿战士也在一旁拱火嘲讽 赵成表示只要你拿得出来 我跪下给你磕头 听见这句话的凌峰瞬间来劲 右手一道晨光闪出 汪月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先锋挥迹 汪月则两眼猛逼 这是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众人也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有永久加时的道具 凌峰也不过多解释 便将其递到汪月身前 先锋挥迹也化为金光向汪月融合 感受到加成后 汪月也兴奋了 属性真的永久增加了 赵成此时已经冷汗直流 磕头记得响一点 我耳背听不清 众目睽睽下的赵成骑虎难下 团员也避而远之 过于压力 双腿落下 重重一声响起 凌峰也没有太在意 白白手就拉着汪月离去 汪月为自己队友 这样对待凌峰感到愧疚 凌峰露出笑脸煽情道 你不用陪我的 我更希望你早点完成 二转考上更好的大学 汪月见他这样子 以为他要自暴自弃 立马就慌了 随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技能书 等你升到相应的级别 就把他们都学了 清一色的都是紫色品质 虽然比不上先锋挥迹 但也很贵 凌峰也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随后便来到 逆境险恶墓园的外围 开启了漫长的刷怪时间 而有了快六十级的汪月打怪 凌峰也只能在旁边 手笔666蹭惊艳 但是这里的惊艳值太低 又不能告诉汪月 自己已经十级了 在他苦恼的时候 汪月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刚刚的圣职者 月儿 刚刚收到消息 大boss做法巫妖即将出现 机会难得 你要过来吗 在汪月接到组队邀请后 凌峰也终于得到解脱 那你去安全区等我 不能乱跑 此时的他兴高采烈 终于能去偷boss 随后便目送着汪月离开 凌峰眼神瞬间凌厉 大boss都出现了 看来今天没有白来 幸好昨天学习了两个技能 正好可以试试威力 可惜现在十级只有三个技能栏 不然可以将汪月送的技能书用掉 凌峰决定现在先去偷个boss 提升一下自己的等级先 但在险恶墓园中 怪物众多 boss只在秘境深处的高塔出现 不少队伍已经闻风而来 最前方也已经开始爆发大规模战斗 首当其冲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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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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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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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收集王魂精华100枚 实现7天 难度S级 看到需要20枚转化时 宁峰震惊了一下 因为正常二转只需要一枚就够了 他开始陷入沉思 这东西不是怪物掉落的 而是从金石矿卖里挖出来的 产量很低 要不然去交易所先问一下 能买气最好了 来到远程交易所 唐大师一脸产媚的看向宁峰 大佬 不好意思 最近转职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转化时也开始公布应酬 您给我三天时间我肯定能给您凑齐 宁峰享受着阳心给他倒茶 三天倒是不长 我可以先去做徽计任务 为了节省时间 亡魂精华也直接从交易所订购吧 下一刻他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对了 我还有些078岁的战利品 一直没顾得上整理 正好这次委托你们一起出手 说着他一把掏出一堆闪闪发亮的技能与装备 唐大师震惊于喜悦参半 您管这叫078岁 光是不同职业的紫色技能就有十多本 加上一堆橙色装备 目前这种全民升级的局面 好东西根本不筹卖 今年的业绩报告绝对没有人比我更漂亮 难怪蔡市长千丁明万主护 让我一定要服务好您先生 托蔡市长的服务 我真的要发达了 说着还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居然还有这样的boss 敬求着宁峰将其杀死 真实身份居然还是邪神的救弟弟 就在刚刚 宁峰来到秘境战罚兵员 想要独自进入秘境的宁峰被士兵拦下 下一刻士兵便来到了队长面前请示 队长 那边有个年轻人想要独自进入秘境 文言队长大骂 开什么玩笑 管理局刚刚发布的规定 进入秘境必须由正规工会带队 至少五人一起行动 否则不允许进入 你这么快就忘了 然而士兵掏出一本证件 可是那个年轻人 有一张管理局发布的特殊评证 说是允许他独自攻略秘境 队长一脸不可思议的打开评证查看起来 经过核对后 他将评证还给了宁峰 并让他随时都可以进去 看着宁峰离去的背影 队长不由地沉思起来 这年轻人什么来头 凭证下发的时间跟新规定的时间差不多 就像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样 这时候小弟突然窜出来吓了队长一大跳 该不会是上面派下来检查工作的特派员吧 在队长和队员无语的目光中 他摸摸脑袋打着哈哈 我就是随便一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然而这时队长一声令下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就当是真的特派员下来了 赶紧去看看哪里还没做好 此时宁峰已经进入了秘境 还好事先跟冯老提了一句 才拿到了这个凭证 获得独自进入秘境的权利 没一会他便来到了一座吊桥前 看着面前的警示牌 他沉思片刻 下一刻居然一跃而起 竟是越过围栏 直接往悬崖跳了下去 随即他双手交叉 法力运转之间 一根尖刺竟是从崖壁上窜出 紧接着一根根尖刺也是冒了出来 他借助尖刺作为跳板不断地往下一步 很快的功夫便是来到了崖底 凭峰抬起头向上望去 没想到这样看起来 这悬崖还是挺高的 就在这时 凭峰面前竟是出现了一道怪物的身影 他缓慢地来到了凭峰的面前 凭峰大喜 这就是隐藏Boss吗 好帅 下一刻他掏出了法杖和长剑 浑身强大的气势散发出来 准备和怪物好好地打一架 却见怪物突然开口 神主大人 是您亲自降临了吗 这个问题把凭峰问得满头雾水 然而怪物接着说道 属下虽然已经无法失误 但仍能感觉到您就是神主大人 您或许已经认不出我了 属下是您忠诚的眷族 大法是寒音 闻言凌峰严肃起来 什么神主大人 他在叫谁 是不是认错了 居然被隐藏Boss叫神主 难道我真就跟邪神一个风格 这时凌峰仿佛便秘一样开口道 那个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怪物想一想回道 抱歉 属下也说不清楚 原本我们遭到其他眷族的袭击死伤惨重 属下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敌人所杀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下就出现在了这 脑海中不断有古怪的低语 像是某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激发出属下心中无法遏制的杀意 直到您的出现 属下才突然清醒过来 凌峰沉思 我记得全能法神的剑族曾经遭到过袭击 难道神主大人是对全能法神的称呼 怪物此时泪眼汪汪 神主大人 您是来解救属下的吗 闻言凌峰支支吾吾起来 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打断对方的自我感动 见此怪物情绪突然变得很低落 但凌峰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让怪物有所期待 凌峰决定还是对其坦白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是你口中的神主大人 我只是一个学生 接到了任务要来杀掉你 怪物文言不由地重复着凌峰的话 紧接着立马两眼发光 所以您是来帮我结束这种痛苦的对吗 没普通的吊坠 静遇含一个强者的惊魂 然而凌峰却没有丝毫开心 就在刚刚面对寒音的询问 凌峰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寒音不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但他觉得神主大人肯定是失去了一些记忆 因为他是肯定不会认错的 即便面前的不是神主大人 也是与他关系亲近之人 随即他便大声呐喊 伟大的万法之主 尊敬的全能法神大人 这突然的一幕让凌峰愣住 但他仔细想想 自己的职业仿佛就是全能法神 文言寒音立马兴奋地大笑起来 属下就说不可能认错 大人请动手吧 凌峰有些不忍 我需要获取一枚元素灰激 除了杀死你之外 还有别的办法吗 韩音明白凌峰的顾虑 但死亡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解脱 而且他也确实不清楚其他办法 文言凌峰沉默了下来 旋即问向韩音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你完成吗 韩音此时唯一希望的 就是凌峰能陪他多说几句话 听到这样简单的要求 凌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下来 那给我讲讲当年的事情吧 韩音开始陷入回忆 那时候的您啊 经常幻化成人类形态到凡间找我们玩耍 我们明知道您是神主大人 却还得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韩音又问了问凌峰的近况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一段时间后 韩音便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能够跟您聊天非常开心 然而下一刻 他们便默契地一同陷入沉默 最后凌峰开口打破沉默 韩音将来有机会 我带你打游戏 韩音做着最后的告别 那就一言为定了 就像以前您到凡间找我们那样 随着一道剑光闪过 周围顿时变得寂静无比 只剩下凌峰沉默地看着眼前残留的战利品 此时冒险者管理局的会议室里 冯老将高阶秘境的消息带来 虽然知道异变的秘境里存在更高级的技能 但以他们现在的实力还是无法进行攻略 既然如此 我们有没有可能聘请神秘大佬 带着大家一起攻略秘境 但冯老早就问过了 大佬并没有这样的合作意愿 文言老方露出一副理所应当的神奇 这种时候大佬更应该跟所有人站在一起才对吧 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形式 不受任何限制你们真的认为没问题吗 碰上这样的杠筋冯老也不惯着 行啊老方 我一会就去辞职 这个局长你来当 有什么管理大佬的办法你尽管用 说着他一拍桌子站立而起 彭赫与古英出现威胁我家人的时候 各位都说没有任何办法 我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最后是大佬和杜先生出手方了我 现在涉及到利益就有些人坐不住 但各位记住 大佬不欠我们的 刘会长看着激动的冯老不由的暗响 这话也就老冯能说 因为所有人都了解他的性格 绝不会有半点私心 否则底下怕是早就炒成一团了 随即他问向冯老 听说你准备过几天去攻略高阶副本 得到肯定的答复 他立马让冯老给他留个队员的位置 其他几人也纷纷响应 缺牧师吗 算我一个 冯前辈 我帮您扛行李 看到大家这么有干劲 冯老再次冒起火焰 大佬的魔鬼特训确实很凶残 我也足足躺了两天才缓过来 不过进步也确实相当明显 而刘会长此时也不由得无语起来 就说这老家伙没私心 哪怕稍微有点想法 都在这颗脑袋上反映出来 完成任务的凝峰再次来到转职大厅 随着一声转职完成的提示响起 凝峰再次收获被动技能 诡异屏障 此技能可免疫一切探查技能 而凝峰此时已经证实了 从周末一读那里得到的记忆是对的 全能法神根本就不是邪神 他只是像我一样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但韩英说我的感觉 与全能法神一模一样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系统跟全能法神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早已死去的韩英 为什么会变成秘境的隐藏宝 并且他掉落的物品中还有一枚掉坠 其中还注视着韩英的经魄没有消散 意思是他还能复活吗 看着手中的掉坠 凝峰带着满脑子的疑惑